台湾官司纏身的新竹市长高宏安 另外他被资策会所指控的将两篇版权属于资策会的论文 抄袭在个人新兴纳提大学博士论文一室 刑事自诉是已经违反了著作权法 权案在列经四个月五度协商 但是因为资策会决定不再继续调解而宣告和解破局 现在整起案子将要回到台北地院刑事庭来继续审理 而庭棋则是还没有决定